中心网8月30日点 据乔报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很快就要在洛杉矶有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街道了 因为洛杉矶市议会已通过一项决议 将把洛杉矶西南地区的罗德奥路Rodio Road的一段改名为奥巴马大道 资料图 当地时间2017年1月18日 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任内最后一场白宫记者会 报道趁洛杉矶市长加西提 而Reach Garcetti在推特 推特上发文称 位于洛杉矶西南地区的罗德奥路Rodio Road上的一段3.5英里长的路段将会被重新命名为奥巴马大道 洛杉矶市议会全票通过了这一决定 议长维森尔布拉斯对这项动议表示了全力支持 2007年竞选总统期间 奥巴马曾在罗德奥路上出席竞选造势大会 这条石于卡尔浮城 凯尔沃 City 边界一直向东 到达Mid City街区的道路 不会被遇遇比华丽山 Everly Hills 的罗德奥路 Rodio Drive混为一谈 罗德奥路目前处在维森所管辖的议会区当中 他曾表示 该区是总统路的所在地 这里有几条街道 都是用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 其中包括华盛顿大道 亚当寺大道和劫匪迅大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